分成雪 燒亮明月 繁華線 才叫做深夜 伴著三生草 百路是荒野 青絲一杯 塵素染 為白髮不見 往事似乎雲長過夜 那一朵像當時笑顏 飲在我 夢裡的時間 酒一杯 江河流言 任自己的 只剩了一片 可無邪 寂寞卻不覺 一生不覺 萬三生是否才能滅 大帥怎麼會是心冷如鐵呢 我看大帥是一片擔心熱血 他為了江左 可以犧牲掉自己的兒子 這才是大意 張喜棍 少在這裡把大帥往火坑裡推 分明是你背地裡 慫恿二少爺殺三少爺的 這個時候你倒把責任 都推到大帥身上 還說什麼大意 我看大帥何嘗不想保 三少爺的命 都是因為被你這個小人 逼得無路可退 老江 話可不能這麼說啊 你呀 就只能耍耍嘴皮子 生死戰場之上 只有輸贏 哪有小人 你手上有三少爺的血 以後見了大帥 大帥能饶得了你 我效忠的是一家的正統繼承人 大帥是明理之人 自然會知道我的忠心 我勸江長官還是忘了三少爺吧 二少爺以後還會用人 任何一個上位者都一樣 寧願身邊有一百條中狗 也不想有一個有反心的能臣 你 張主席 這話現在還不能說得太滿呀 高佩德 這個案子啊 是你判的 三少爺死了 二少爺 少帥 高度局 三少爺跟我説 他想要去歐洲留學 永不再回江總 我同意了 好 當然 這樣最好不過了 正好全子也曾去過北歐 到時候讓他替三少爺 參想參想便是 那就有勞高度君 回禀大帥 這件事情 到此為止吧 是 顏夫 我知道 這麼多年來 我的傻孽太重了 別人理不理解 芸汐一點都不在乎 但我相信 您一定能理解芸汐 芸汐在此歷史 從今往後 一定收起力氣 不再乱造杀你 还望岳父大人在天之灵 保佑燕云 无此平安 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总是这样 天天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几天我活得生不如死 连觉都不敢摔 我怕有人去刺杀你 我怕一觉醒来 我们就阴阳两个 不知道为什么 在被关进牢狱之前 我没有怕过任何事情 在枝山上 我还有心心去算计慕容风 被绑架的时候 我还有余地 和绑匪讨价还价 可是被关进牢里之后 每天都像是度日如年 一开始我怕你来找我 会让我心乱入麻 可是后来 可是后来 我又怕你不来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好了 我们不提这些丧妻的事情 既然二哥决定不杀你了 高杜军他们也都听见了 这就等于赵高整个江左 他不会再追究你了 是啊 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 是去哪个国家 过我们的小日子 我想去德国 我想去看一看 天鹅岩城堡 玉林以前跟我说过 天鹅岩城堡 是德国的瑰宝 路德维系二世 亲自设计它 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梦幻的王国 为了建造它 几乎后空的 最附属的巴伐了一样 路德维系二世 和天鹅岩城堡的关系 就像是一对恋人 他愿意为自己所爱的城堡 倾其所有 宁愿天下人都民不聊生 也不愿意自己 亲手设计的城堡 失掉半分颜色 因为那是他的爱 他的梦想 他的骄傲 可是他却不知道因为他的执着 最终丢掉了性命 我想他唯一的遗憾 一定是生前没有建造完成 这座他心爱的城堡 如果他泉下有灵的话 会不会后悔 当初建造了这个 让他葬身于此的城堡 不 我想他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刮进民脂民膏 以图早日建造完成 那你现在遗憾吗 那你现在遗憾是留给那些 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却没有得到的人 我从一开始就想得到你的心 现在我已经得到了 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败了 但是也赢了 只不过 赢的唯一代价 就是要带你远走高飞 再也不能回到福原 只要你在身边 只要你在身边 哪里都是假 小桑 我带你出去逛逛吧 让我们吃遍 抚远所有的美食 望遍抚远所有的美景 看遍抚远所有的美人 看遍美人 看遍美人 才知道牡丹真国色 我们把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变成记忆 好的 坏的 我们都一并带去欧州 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你怀孕的事情 其实 我也是才刚知道的 这段时间你那么忙 我想着如果告诉你了 怕会影响到你 我是孩子的父亲 就算影响到我 又能怎么样呢 我心甘情愿的呀 如果不是为了救老三的命 你还早算瞒我多久 难道这个孩子 只是你用来跟我交换的条件吗 交换条件 芸汐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不清楚吗 我爹已经走了 我爹已经走了 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唯一一个能够温暖我的人 现在连你也怀疑我不信任我 你让我怎么活得下去 燕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明白我的心思的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外面带兵打仗 只要上了战争 我就盼着这时间啊 可以过得快一点 早点结束 早点回家陪你 回了家之后 我就希望这时间 可以过得慢一些 可以让我在家 多待一段时间 好好陪你 只是这一直一来 只是这一直一来 你的心 一直都不让我靠近 你的心思我也明白 你总想着离开 想着逃跑 不过没关系 我不在乎 天涯海角 不管你想要去哪儿 我都愿意陪着你 护着你 我 芸汐 你知道吗 自从我知道自己怀孕以后 我就发现 我真的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好像突然间明白了 世界上 有些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特别是缘分这种东西 是你想求也求不到的 既然你求不到 既然你求不到 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芸汐 既然这辈子 我们有缘能够成为夫妻 就让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一起生活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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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的这么巧 我答应你 至此之首 与此谢朗 与此啊 三弟认罪高佩德顺水推舟 把案子给结了 二弟和三弟 似乎达成了一个约定 三弟即刻动身去往欧洲 从此不再回来 既然他们两人已经有了决断 那就这样吧 案子审完以后 可有异动 没有 高都军审完案子之后 一直闭门不出 张希坤和江进义两个人 本来就不对了 这次二弟赢了 张希坤免不了 要得意一阵子 以江进义的脾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肯定要回去找找查 才肯罢休 不过最近有一件喜事 已经在夫院军内 传开了 什么喜事 燕允他怀孕了 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 老范 你女儿 终于有了一家的孩子 老范 您好 是潘先生吗 我是服务员银行的李经理 有人要开您一百八十五号保险箱 您必须亲自来一趟 好 我知道了 你既然把电话打到军部里 万一被人发现怎么办 我既然敢打进来 自然他们就不会发现 你的手伸得可真够长胆 田蒙会在服务员的活动基金 也用得差不多了 我是来给你送钱来了 我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李梁凯打算彻底离开服务员 我知道了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自然听从您的命令 好 那我就命令你 静观其变 请答应我不要伤害秦桑 你还真的是一个 骨子里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时至今日 你想的竟然还是秦桑 你觉得一家 现在审的是案子 不是 这只不过是义继培 设下的一个局 审的是案子 但断的却是人心 审出的结果 也都是人心所向 目前看来的结局 是二少爷众望所归 可是义继培 他肯定还另有打算 肉弑者比呀 他们这些当权者 眼里只有权力 却总容易忽视 他们身边的人和事 这次审判 只不过是义继培 把所有扶军的当权者 都困在了复院 自己却上了芝山 另谋倒计 一老弟啊 慕容兄 许久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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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久未见了 一老弟 许久未见 别来无恙啊 连破老义 那也是老季福利 烈士慕年呐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与慕容兄共揽枝山眉景 上次来芝山 你我还水火不容 芝山上也是一片杂草丛生 没想到事隔多年 你我已成了亲家 这芝山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片世外仙境 游乐赏丸之地 是啊 当年哪 你站了这座芝山哪 我还心有不甘呢 不过如今看来 看看这芝山 风景独好啊 真是别有洞天 要我说呀 你们家老三 能够把芝山打造成 现在这个样子 真是好本事啊 这叫什么本事啊 心思整天都放在 这些吃喝玩乐上 我也头疼得很 你们要是能有慕容公子 这样的异群之才 我可省心多了 过奖了 过奖了 一老弟 咱们俩 可是好久没有好好的 切磋一下球技咯 好 大帅 大帅 商人们暴动了 他们想要冲进来 说要活捉大帅 你没跟他们说 富士可以减免富税吗 说了 那些商人非但不听 还说大帅看不起商人 今日是要大帅 为看清商界付出代价 都说商人重力轻易 如今商人连钱都不要了 该是蒋地位谈尊严 我说你们这帮废物 就这么点人挡不住吗 发你们一人一把枪 干什么使用 都给我端着 当小孩玩具呢是不是 可是 要是酿成了流血事件 怎么向哥姐交代啊 交 交 交什么代 来来来 我现在教你啊 在他们冲进来之前 往地上给我扔个鞭炮 就告诉他们 商人圈里有流氓 就能开箱了 懂了吗 还不快去 是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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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慢 你是想害死我们大帅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都快要冲进来了 还不开箱 大帅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莽撞 在你看来这商人闹事 是什么原因 这群商人 以为我出卖了益州 想把日本人引进来 明面上我是卖国贼 其实他们是怕益州 被日本人给占了 他们做不成生意 日本人那一套 你们也是知道的 明面上跟你谈合同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背后拿枪顶着你 让你滚 我跟他们谈条件 就是与虎谋皮 我会那么傻吗 这回 易老弟还邀了李重年 一块上山吗 李重年在益州 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 争了这么多年 我也累了 以前就觉得 这地方不是我的 抢过来才输他 现在老了 觉得这天下这么大 抢是抢不过来的 就算抢了 也还是要想着 如何治理 如何重建 如何才能不再 被别人夺走 与其这样 不如联手管制 你现在虽然这么想了 但是李重年 就像当年的你一样啊 一心只有争夺之心哪 所以他是不会上之山来的 养鸡纵鸡时 鸡匪乃烹制 当初我确实小看了李重年 如今他越做越大 威胁固然不小 临渊献鸡 不如退而竭往 要是能一次吃掉他 你我不就多了一个说话打球的地方了吗 慕容兄意下如何呀 虽然说这益州啊 是江左益鱼 但是如今的李重年 风生水起 气焰正盛啊 再说了 对峙了这么多年 以益老弟的实力 都没办法把他怎么样 那这块硬骨头 该怎么样一次能够吞下他呢 那就要靠我们另一位亲戚 亲戚 什么亲戚 你是说他 我来介绍 这位风度翩翩的绅士 就是慕容老兄你的亲家 原来这位就是雍南承家的大公子啊 什么大公子 他可取代了承老爷子 如今是承家的大老爷 有你这位亲家老爷在 还怕他李重年不上山吗 其实这一切的源头 都源自于承家 虽然承老爷子已经走了 承大公子说话没有老爷子好使 但是毕竟承家的根基还在那里 承家的人脉也都在那里 所以这承大公子只要振臂一呼 不管他说点什么都会有人信 但凡有人信了 对我们就不利 我还以为 就算承家拒绝了跟我们合作 也不会明面上跟我们决裂 对呀 承老爷子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自然是路越走越宽越好 看来承大公子的想法 跟承老爷子有点不大一样啊 其实这小子的伎俩 完全是站在一纪培这边 如果我们贸然和商人打了起来 虽然可以平息一时之乱 但是这义继培和承允之 就可以借着帮助商人为由 攻打我们益州 到时候 从江左和雍南 再切断我们的补给线 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义继培果然是宝刀未老 既然他用这种方式 逼我跟他们和谈 好 上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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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招呼不中 独有得罪了 实属难难 还望先生见谅 二公子把我带到这里 看来三公子是没得救了 我今天请先生来 是希望先生 可以为我效力 为什么 因为先生是个人才 所谓千金易得 一将难求 既然是人才 不应该被埋谋 二公子言中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刘洋学生 回国以后凭着一腔热血 以为能有所作为 没想到刚走大街上 就被逮捕入狱 是三公子把我从狱中救出 三公子对我有知欲之恩 我绝不会服 先生说的大牢 在昌夜对吧 当时我去晚了一步 不然 你的救命恩人 就会输我 还君明珠 双肋锤 恨不相逢 未嫁事 既然先生执意如此 我也不便强流 先生自便 多谢二公子成全 先生请留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先生之前说过 您的那支钢笔 很多人都在用 可为什么 我从来没看见别人用过 二公子常年征战沙场 自是少见五文弄墨之人 二公子若不嫌弃 我愿送给二公子 先生客气了 这倒不必 所谓英雄不夺人之美 不过先生 我也回敬您一首诗 月明星熙 乌雀难飞 绕树三扎 何之可依 我劝先生 再想想 怎么办 快 快 来 来 来 华秀姑娘 听说二少奶奶有喜了 华秀姑娘 今天我是来取我那套 定制的军服 我已经找到那个 可以穿上这套军服的人了 七日之内 一定会送到府上去 华秀姑娘 还得麻烦你 把这个奸章缝上去 如今易连凯 已经退出了继承人的角逐 我们的计划该如何进行呢 不是还有一连肾吧 我听说 他刚从牢里出来的时候 连家都没回 而到你那儿去看了你一次 我说得没错吧 的确 他要我加入他的麾下 我拒绝了 拒绝得好 拒绝是显示你的忠诚 每一个上位者 都希望他的属下对他忠诚 可是他知道 其实我忠于的是易连凯 现在易连凯对他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经过这一次 我认为你应该 再接出易连慎一次 表示出你对他的忠诚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让我接出易连慎呢 如果再晚一刻 当初在大牢里 把我救出来的是易连慎 而不是易连凯 你接着说 你曾经教过我 布局之中 往往再怎么算计 总有一两个变数 是无法掌控的 有时候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两个变数 破坏了精心策划的一切 但是在这一局上 从上知山开始 你就清净了所有 你布下的局中 没有任何变数 世文 如果不是对易家知根知底 如何能够布下这套 天罗地网呢 每一步棋 你看似走得极其凶险 但其实游刃有余 我一直不明白 为何你每次都能 踩到易连的死穴 你除了在军阀之家 打过仗 上过战场 体察到家族征卫的残酷 甚至还被人囚禁过多年 几乎快逼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就是一家老六 当年被称为江左无胆的 易寿者 是 是我拖累你 本来你应该像江金义 说的那样 成为江左的掌权者 掌权看上去登风造极 但实际上 却要一辈子精于算计 算计别人生死 替人投者 亦被人替 也同样被别人算计 就像父亲这群人 如果少算一天 可能结局就是死亡 我还是选择和我爱的人在一起 离开这个地方 这要不好吗 可是 让你割舍下一切 把他们都抛在身后你舍得吗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相信我 你应该去闽红玉那里 小桑 我跟闽红玉真的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应该去你母亲的老宅看看 老婆 我们都应该给彼此一个机会 跟过去做一个交代 快点回家 在家等着我 你早点回来 要不然我会吃素的 知道了 娘 我放下了您的仇恨 也放下了对一家多年的恨 在我知道要离开江左和小桑去欧洲的时候 我对父亲的愿 也轻刻间不见了 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我活得太累了 师父要把大帅父三个字强压在我身上 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去继承 或许这么多年 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师父吧 但是私人一去 活着的人 不应该被死去的人束缚一辈子 娘 我来跟你道别 也许今日一别 也许今日一别 就是永远的诀别了 我这次真的看错人了 我以为你是个很有野心的人 十年隐忍 毁在了一个情伤 你当时说过 我比二哥多的是风流二子 但是这次你真的看错了 其实如果你回头的话 不出三年 整个江左都是你的 不行了回不了头了 我已经选好我该走的路了 江左敏小姐 最厉害的就是向人之术 能成为你第一个看走眼的人 也是我的荣幸啊 我还是希望你能回来 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 当这个国家改变了 不再是军阀割据 也许我会回来 做个顺治良民 那如果到时候 这个国家还是这样呢 那很简单 我在欧洲恭候敏小姐 大驾光临 看来你真的对权力 没有欲望了 那这个宅子 我还能继续住吗 当然可以继续住下去 只是可惜了 这房子的房契已经丢了 到时候如果有人来 赶你走的话 你还是得搬出去 那也没什么 反正这个宅子里面 我最惯念的东西 也是最容易带走的 这个织锦 代表着我娘和你娘 不过可惜了 后院我最喜欢的蓝锈球花 看来是带不走了 只能留在这里了 敏小姐啊敏小姐 你终于有第二样东西 看走眼了 这后院里种的 分明是红色的绣球花 人我可以看错 花的颜色我怎么可能看错呢 你绝对是记错了 那片绣球花是我娘亲手种的 我绝对不会记错的 这样吧 我们打个赌 看看到底是什么颜色 好啊 赌就赌 是 今天我听说你案子审完以后 直接去找了给三弟作证的那个潘剑职 是 他是个人才 我想让他为我所用 可我听说他拒绝你了 没错 老三毕竟对他有救命之恩 所谓忠臣 不识二诛 可是我能看得出来 他心有不甘 自古以来 良秦择目而起 以他的能力 绝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待太久 等到他日老三一走 他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 选择让我做他的伯乐 为我尽忠 要么 就会找个借口离开江左 投掷别人麾下 倘若他选择后者 我也没办法 只能在他离开江左之前 赶掉他 既然蓝坡要走了 你就要赶紧抓紧机会 听你这么一说 潘先生 应该是个有才华的人 这样的人 自然会心高气傲一些 你要想得到人才 少不了屈尊降贵 刘备都要三顾茅庐 才能请到诸葛亮 你怎么能试了一次 就放弃了呢 夫人说得对 明天早上 我再去一次 你这样横冲直撞过去 只会让人家觉得你太鲁莽 没有诚意 人家又怎么会接受你的邀请呢 那夫人的意思是 自然是要许以观贤 既然你觉得他是个人才 就要把他放到应该的位置上去 你想好给他什么观贤了吗 这个我还真的没想过 不过他在老三的手下 干的是个副官 来我这儿 我也可以让他做我的副官 等他人用得趁心 再把他调到别的位置上去 你要真这么跟他说 我保准他当天晚上 收拾行李就走了 你想想啊 他把你的宋副官给杀了 你再让他来当你的副官 他自然会觉得 你是借机给他颜色看呢 夫人说得是啊 那以夫人之解 我应该许他什么官职呢 既然要用人 就要许以高位 若是他真的有才华 就肯定能担当这个位置 若是名不副时 就把他撤了呗 以他的能耐 也不会威胁你把你怎么样的 要 依我看 不如 给他一个参谋长的位置 参谋长 也行 这参谋长一只 足够他施展他的才华了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想好了策略 你就要马上行动 一是彰显成意 二是 持则生病 怎么样 看清楚了吧 全部都是蓝色的花 我天天住在这里 怎么可能看错呢 偏偏说是红色的 不对啊 我记得我娘当年种的 明明是红色的绣绣花 你不会是把花给我换了吧 换花 换花哪儿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 这地底下盘根错节的 真的要换 那是很复杂的事 盘根错节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我娘跟我说过 如果绣绣花下面埋有金属物品 就会由红色变为蓝色 什么意思啊 我要挖挖干 挖 这也太像了 为何我爹一死 他就会出现在枝山 还跟着一连楷 来到我们抚远 如果你真的是那个杀人凶手 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 你绝对不会再逃出去 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 你绝对不会再逃出去 少帅 潘先生不必如此客气 走吧 多谢少帅 白天 先生刚刚拒绝过 而此时 我又出现在这儿 先生可知为何 二公子去而复返 一定有新的条件给我吧 先生可时得此物 先生可时得此物 我看中的不是先生的拳脚 而是先生的智谋 倘若先生肯屈尊加入我的麾下 那我这里的职位 任先生挑选 你当明随风飘零 像是藏不尽的曾经 爱情不过是一场书影 天下为你一人无情 你的心化作约定 像是听不见的通灵 到头来都是几般人心 前世今生翻涌不停 我锁你锁心锁不住默醒 一生不敌天涯无垠 我放你放轻 放不住决定 来世再俯身安心 填补平眼睛的空气 倒不了你的固体 爱遗憾不断在敲戏 锁不住的宋明 我锁你锁心 锁不住梦醒 一生不定天涯无垠 天涯无垠 你锁放你放轻 放不住决定 来世再俯身安心 来世再俯身安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